欢迎大家收看上阶关心地困的欢迎新闻 如永文教基金国今年四月 有到大业大学合作 邀请14位幼稚的大学生来基盘一项 蜜条的創作业务等 经过三礼拜的学生和創作 出版团委今天一地塞的 银铛老家文化馆 也提出的数学基盘成功点 同学生的蜜条作品 电视科大家来分享 内容文教基金会 为了要提升地团的业务本期 今年四月提北跟台湘大学 創办一项蜜条的創作业务等 挑战14位对蜜条有兴趣的大学生 来这做蜜条的学生和創作 基金会也为今天开始 替学生基盘一项新闻点 电视学生有效的作品 今年每一位同学面对的是自己的创作 独立创作要完成一件作品 一个作品非常大 45公分到50公分的直径 高度80公分 这样子一块木头 要把它慢慢一点一刀的这样子 雕琢成现在等下 我们可以看到的作品 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背叛学生創作的一位 日本教肖政委 技术創作不需要学习其他国家 台湾的技术家 只要从台湾的文化典现出来 就能創作出国际级的技术片 现在年轻的学生们 就是比较想要学外国的文化 然后日本或者欧洲美国的 我是想培养国际级的 国际性的艺术 这样的话 应该是台湾的 还可以给他亲戚去看 这样的一个想法来 参加这位 白鸟創作员的14位学生 都是国际级对白鸟 最有幸福的学生 他们的作品 传闻到青年人的创意 这个地母的眼睛 是用香蝉的进去的 就是说我在创作到 初配做完之后呢 把他的头伙伴 之后把他的这个脸部这里掏空 再把两颗眼球塞进去 所以这个眼珠子是 后面装进来的 那这眼珠子的材料呢 是先用木材做 然后上面再向背后 因为塞的 是一组成本传统文化的充电 来记得的老师认为 发生清新在地的文化 感受传统的技术 这对未来的創作 会有很好的帮助 接着以名为蔡王博德